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 订阅姐妹 感谢上帝的恩典 我不知道这几天 有没有机会 再把你的家人聚在一起 可以一起来建立你的家庭祭坛 那也许你说 牧师我每天没有办完那么多时间 其实只要几分钟就可以 带着你的孩子去睡觉前 跟他一起祷告 其实这就是家庭祭坛 你跟你的妻子 跟你的丈夫一起 在睡觉之前 能够跪下来一起祷告 这就是家庭祭坛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其实不在乎 许多许多的形式 其实一个心 一个心做好 借着我们的祷告 把神的恩典 把神的欢迎神 进到我们的家里面 这就是基督 是我家自主的 一个真实的意义 跟价值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的恩典 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读 罗马书 罗马书快要结束了 我们真的充满感恩的心 记得前面讲到 整个福音的真实 为什么需要福音呢 那福音到底是怎样 怎样运作的 福音在我们身上 救我们 当然除了救我们 盛灭我们的罪 祂也救我们 脱离我们 我们天然的生命 生命的那个败坏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救人 救人 那弟兄姐妹 那得到这个福音之后 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那这个就是 12章以后 所分享的 怎样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一种生活 不是一个概念 不是一个宗教的教义 因为教义 你就是认同它 对你其实没有多大的影响 可是这一个救人 不但救我们 脱离黑暗的军事 把积极的建立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在我们的行事为理上面 我们要注意的 不是什么事情不要做 而是什么该做的 我们要去做 那我们怎样能够把 这个救恩能够发挥在 我们的生活里面 这才是福音的目的 使我们这个人 能够得幸福 能够能够 我们的生活能够幸福 能够美满 我们的生活能够美满 好吗 我们现在我们就 今天要读14章 19到23节 19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我们勿要追求和睦的事 与彼此限利得喜的事 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功诚 反而我固然竭尽 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 就是他的罪了 无论是吃肉是喝酒 是什么别的事 叫弟兄跌倒 一概不做才好 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 能够吃者就有福了 若有一心而吃的 就必有罪 因为他是不是出于信心 反而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 那弟兄姐妹这边 两届人做什么事 所以他正说 这些许多的辩论 或者是 也许是吃的 吃什么 或者是穿什么 让弟兄姐妹看见 这些都是消极的 不应该怎样 不应该怎样 现在积极的 我们要做什么 弟兄姐妹这才是重要 所以他说 我们物要 物要就是 你一定要的意思 物要是 是非常强烈的 一个 一个 你说的 命令巨人是可以 物要就是 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做什么呢 那弟兄姐妹 那这些 这些该不该吃啊 其实 保罗的意思说 那不是很重要 可是重要的 你一定要做得住 重要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他说 要追求和睦的事情 要追求和睦 和睦 是不容易的 那弟兄姐妹 真的不容易 在有很真实的时候 谁的属灵生命高 谁就先低头 那就是这样子 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 要怎么样 要追求 那弟兄姐妹 那代表 这是一件事情 是要我们去寻求他的 不是把它放在那边 自自然而就会出现 不是 你需要 我们需要去追求 和睦的事情 彼此和平 弟兄姐妹 和平 说神的国 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 记得和平是非常非常紧张 在教会里面 你我不可以 不可以争执 那弟兄姐妹 感谢神 当我们知道 这是最重要 我们的关系 比所有的事情都重要 维持 维护我们的关系 比事情做对 做得好一点 做得差一点 这个还要更重要 还要更重要 这边告诉我们说 勿要追求和平的事情 那彼此 彼此建立得行 那就是我们要彼此帮助 让我们能够不断的 被建立起来 那我帮助你 你帮助 我们大家都一起成长 一起突破 那这样子才是教会生活 最高的指导原则 那其他的东西 那弟兄姐妹 我们都可以放下来 都可以放下来 那第二件事情 就讲到说 这个 不是出于信心的 这个就是 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不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 那弟兄姐妹 感谢神 有特别 我们面对有一些事情 我们心中有疑惑 我就觉得 可能不应该这样做 其实这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在我们的良心的里面 祂就会把一些事情 自自然 你就会知道 这件事情该不该做 这句话该不该说 我这样子的事情 我能不能做 那弟兄姐妹 感谢神 其实我们不需要去 回答 我可不可以这样 我可不可以这样 那我常常 有一些弟兄姐妹 就会来问我 可不可以这样 那其实 当他们问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心中有问题了 那弟兄姐妹 感谢主 当圣灵在我们里面 动共的时候 我们就要放下 我们的自己 那 这个 我在 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个 有一个姐妹 她 就是 就是 就是在教会里面 遇见一个弟兄 那这个弟兄 就跟她 反正交往 他们已经交往很久很久 可是 好像这个姐妹都一直觉得 有 有 就是 不是很 很平安 要嫁给她 可是这个弟兄 我就跟她讲说 你 你 你不跟我结婚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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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 就是 违背上帝的旨意 哇 她这样子 后来 后来 我也不晓了 他们就 后来 他们就 结婚了 从结婚的那一天开始 这个姐妹就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痛苦的理念 那弟兄姐妹 我讲这个 那我们就看见 心中不平安 不平安怎么办 不是她讲什么 你要去问你的神 问你的属灵的领袖 而不是 她说 你用上帝来压你 弟兄姐妹 不是的 你心中有一个平安 有没有平安 没有平安就不要做 没有平安就不要做 可是她没有平安 就是因为一句 好像这样子的话 那她 她就 既然是神的旨意 弟兄姐妹 神的旨意 你必须要 你自己了解 那是神的旨意 还有 你属灵的领袖 认不认定 这是神的旨意 还有你的爸爸妈妈 认不认定 这是神的旨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你知道 为什么 上帝给我们属灵的领袖 他就来遮盖我们 他也帮助保护我们 保护我们 那其实弟兄姐妹 感谢主 圣灵其实天天都在我们里面 做很多的工作 所以 我们很重要的是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那弟兄姐妹 因为圣灵感动的时候 其实就要救我们 脱离危险 脱离危险 有一对男女朋友 他们交往了五年 可是这姐妹 有一天 她在成功的时候 圣灵就告诉她说 你要跟她断绝 断绝来往 那她已经交往五年 那就是 已经 好像很不容易 这样五年已经过了 当然是蛮真实这样的 可是这个姐妹 她就 在祷告中非常增长 但是她说 主我愿意顺服你 所以她就跟这个弟兄就断绝了 断绝了来往 我讲的不是一个弟兄 其实她的能没有根 就还没有信准 那她真的很痛苦 她真的很痛苦 但是她愿意 浮在上帝的面前 有一天 她去医院探访的时候 她就碰到一个 碰 她就在那个 因为人很多 她就在等电梯的时候 那电梯的门打开 大家就 一呼呼 大家冲上去 要进去 当然里面的人要先出 就里面的人要 陆续出来的时候 她就看见她的 她的男朋友 就是她的这个 这个男朋友 跟另外一个 一个女孩子 这个手牵着手 从电梯里面走出来 当然他们 因为人太多没有看见她 可是这个姐妹 看见了这个情景 她就知道 她说 祝好 感谢你 感谢你 还要 我顺服了神 因为她后来才知道 她不是只有跟她交往 她还跟其他另外两个人 两个女孩子交往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主 圣灵不断不断的保守看过我们 我们一定要敏锐 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要享受在神的面前 我们就会得到极大的保守 跟上帝的恩恩惠 在我们的生命 就会不断举在我们的身上 感谢主 弟兄姐妹 追求和睦的事 彼此建立等行 然后每一件事 就出以信心 就是我们要相信 圣灵 是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一定要长言 谢谢主 与我们同在 祝福弟兄姐妹 阿们